小学初中九年中哪一年最关键哪一年最危险 家里有小学初中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建议您先点赞收藏提前做好准备 一般来说小学阶段只要在学校认真听讲 回家按时完成作业拿个高分是不成问题的 但这种方法一般只能维持到初二 初二是所有学生学习上的一道鬼门关 初二很多学生开始出现成绩大幅度的下滑 因为这个时候语文的知识已经脱离课本 数学出现了几何 就拿英语学科来说英语考试既综合又灵活 学校课本当中学习的英语知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考试的需求 英语考试的特点是试卷当中会出现大量的生词 是课本当中没有的 会出现大量的长难复杂句式 也是课本当中没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语法也会增加难度 那么这个时候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 和建立英语思维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思维一旦建立 后面的学习就不用发愁了 当然就能考上理想的高中和大学了 我是英语Z老师 既懂学习又懂方法 这个暑假每天早上六点十分 我会在直播间教大家学习英语 手把手的教孩子掌握英语学习的方法 如果您看到这个视频 请帮老师点亮一颗小爱心 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 谢谢